習近平說一國兩制是好制度 那香港獄火重生 那院長怎麼看 香港是好是壞 看香港人民所受的痛苦 就一目了然 看香港的經濟就一目了然 才25年 過去答應的50年不變 舞照跳 馬照跑都已經不見 連自由民族都已經蕩然 大家都看出來 中國答應香港人民的 已經被世界看穿 被香港人民透氣 我們也更可以知道 我們一定要堅守台灣的主權 自由民主 中國的所謂一國兩制 根本不堪檢驗 明天是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慶典日 全國各族人民 都將和香港同胞一道 慶祝這件喜事 在此 我向香港同胞 致以熱烈祝賀 和美好祝願 據我上次到香港來 已經過了五個春秋 這五年 我一直關注著香港 牽掀著香港 中央政府的心 和香港同胞在一起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 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 历经风雨后 香港浴火丛生 呈现出蓬勃的升级 事实证明 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 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 正可谓 形而不错 未来可期 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